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大大增加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三场比赛当中 首先为我们带来的对阵的双方是马奎尔和艾伦 好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请出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 来自广东的国际级裁判邓世豪 大家掌声欢迎 欢迎你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隆重的请出两位参赛选手 首先呢是来自英格兰的马克艾伦 马克艾伦是新生代球员的代表 球团85后的新锐 而且呢他刚刚在斯诺克江苏精英赛上 赢得了个人的手冠 打出了单杆147 欢迎你 好 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第二位选手 来自苏格兰的斯蒂芬马奎尔 马奎尔现世界排名第二位 也是参加本次比赛 现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 在08年的中国公开赛上 打出了单杆147 你好 好 那么现在呢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 在这呢我们也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斯诺克是一项安静而绅士的运动 在现场呢我们希望电视机 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持安静 不要喧哗 而且啊我希望两位选手 在打出精彩的比赛的时候呢 现场的观众要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掌声 好了下面让我们马上欣赏精彩的比赛 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在北京星光影视基地给您现场直播 BTV杯国际斯诺克北京邀请赛 今天的本届比赛是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 和昨天一样同样将进行三场小组赛 首先进行的这是B组的第二场小组赛 由苏格兰名将斯蒂芬马奎尔来迎战北爱尔兰选手 马克艾伦 本场比赛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职业斯诺克选手 朱海涛和我江文川来为大家共同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现在艾伦和马奎尔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艾伦是尝试远线的进攻 出现了失误 这样给马奎尔留下了机会 应该说昨天马克艾尔发挥的状态非常好 没错 直落三盘 获得了自己第一场的这个小组胜利 昨天马奎尔是3比0战胜了中国香港选手傅家俊 应该说他表现的非常出色 除了在第一局上来有一个母球衰带以外 其他的比赛发挥的很出色 特别是第一局 他0比66落后的情况下 单杆67分逆出汗 赢了第一局 然后在第二局又是单杆71分取胜 而在第三局也是上了单杆69分先超分 最后也没有给傅家俊任何的机会 以3比0完胜 连续三盘的50加的表现 对 状态非常好 所以通过昨天比赛的转播 如果马奎尔在这六天的比赛 能够保持昨天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想他绝对是冠军的一个非常大的热门 对 一上来 艾伦的一杆远线失误 给马奎尔一个连续进攻的机会 在比赛开始前 我也去到了球员的训练场地 看看马奎尔连球 其实手感相当好 对 应该说这一次比赛 他的状态还是调整得非常好 马奎尔是1981年3月13号出生 目前的世界排名高居第二 也是本次BGPP国际斯诺克北京要请赛 八位参赛选手当中排名最高的一位 刚好擦过红球 这样现在等于说还有两颗红球呢是在整个的红球队以外可以处理啊现在已经流出了一个K球的角度了嗯 马奎尔再看一眼K球的线路母球从什么位置啊 炸进红球队嗯 因为靠最靠左边的这颗红球还可以留一个保险 对 应该说留的这个保险还是起了保险的作用 对 他主要是想K到这个红球队的靠左边一点 嗯 然后让这个木球滑上就是这个位置稍稍干把低了一点点对他是想滑上去滑上去以后叫这个最左边的这颗球 那现在马奎尔也在仔细的观察屏幕左下方这个红球的位置哦 看来是中带可以进攻 轻轻一点 好球 谢谢 现在这个局势啊 粉球不在本点 黑球的这个通路非常冲畅 而且呢 粉球现在在这个位置把这个篮球的这个中带的进球线路也先阻挡了 嗯 而且现在 啊 观众朋友看 40分 5颗黑球 对 我相信呢 马奎尔现在心中闪现了147这个数字 147的话要打15红15黑 现在是刚打了5红5黑 因为147也是要顺势而为 你现在这个局势 你与其去叫粉呢 跟还不如全打黑的 对 嗯 现在马奎尔也是非常仔细地在观察 对 目标球的位置 马奎尔在这生涯是打出过两干147 其中一干就是在去年的中国公开赛的半决赛 也是在北京 对 高干两酷 力量稍稍的有一点点轻 主要是还是这个架杆 因为正好篮球跟粉球阻挡的需要把左手抬起来 嗯 稍稍的有一点点不舒服 距离比较远 自己的球杆上也是加了一个长把 对对 嗯 艾伦呢 因为一开局一次长台进攻的失误 现在主动拳完全是在马奎尔的手中 低杆 看看这杆准度 好球 母球 到底 听到这样一个位置就要考验马奎尔远台进攻的准度了 包括如果打进红球之后 母球的走位 其实每次出现147啊 都要经过那么一道两道非常难过的坎 对 看看这杆准度 还有机会交黑球 低杆 哎呀 太薄了 确实是 想打147 是 这样单杆是48分 结束了这一波的攻势 打得薄了一些 轮到艾伦来上场击球 艾伦是1986年2月22号出生 来自北二兰 目前世界排名第十 现在一直以为是